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1号表示 大陆方面强烈谴责台方粗暴对待大陆渔民的行径 岛内一些人大放厥词 态度嚣张 针对中国快艇反复事件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1日再度呛吓台湾要求真相 但事件持续发酵 继金门海域出现中国海警船后 马祖海域也有中国执法船只献宗 海警船在金门水域 对台湾岛内船只登铃检查 你接受我的登铃你就认可我的执法 我们就是借这次突发事件 要把整个下金水域内海化 根据中国海洋装备与公务船资讯微博 中国执法船只分别在马祖南甘岛 东方西方及西南方海域出没 甚至一度距离南甘岛仅约5.5海里 其中包括号称福建省海间旗舰的海间8001船 全长90公尺虽属省级海间船 但前身是中国海警2115号改状而成 美国国务院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北京行动 敦促克制呼吁对话 而我国防部指出正保持监控 共军目前没有异常 中共海警巡逻常态化 台湾周边海域情势持续升温 咱们新闻全部报道